先問我們要來看,問一下老師 請問您有沒有用過 RSS 訂閱 像黃老師對重度使用者應該都沒有 我也是重度使用者 如果老師可能不是資訊類的課程的老師 也許您比較少用到所謂的 RSS 因為你要打算這個雲端的 沒有 RSS 有點可惜 我點檔先稍微看一下到底怎麼是 RSS 其實我們事務協議平台也有 好,您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常常會看到 我看一下,這裡還沒有 我點到課程裡面好了 來,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叫訂閱 RSS 有沒有 那所有這邊都看到 大部分大部分大家不是看到這個字 而是看到一種圖 好,比如說您來這邊 好,老som人民常常在網路上看到這種圖啊 好, Bruce 老師有沒有常常在網路上看到這種圖啊 好,老師有沒有常常在網路上看到這種圖啊 有沒有 有喔 那就是 RSS 那我就問一下評論老師 您最常去的一些網站 您會不會很關心說 他有沒有更新 有沒有推出新的東西來 比如有新的文章 或者是新的消息推出來 會齁 請問老師的首頁您都設在哪裡 你們家電腦有網站打開 首頁都是設哪 或辦公室 應該不太可能設置學校 當作是首頁吧 比較少 因為學校的訊息可能平常也會有接觸到 可是可能老師您自己個人專長領域的那些網站 也許您某些網站您常常要去的 對不對 那一般您一打開電腦 一上網之後 假如您每天都很想關注十個網站 你每天會不會很勤勞打開 我就去設十個網站問一問 你們家有沒有更新 你們家有沒有更新 這樣有沒有看 每天 每天 開門 才剛坐下來就要出門打拚 呵呵呵 到處問中 你還有更新嗎 每天讓你少 是不是很累 所以 RS是編導過來 他有新的訊息的時候 他主動推播送給你 事實上這個技術已經發展好久了 只是我發現用的老師不是非常多 為什麼 可能大家不太習慣用這種方式 可是我們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我用這樣的方式來做給各位看 我們到Google裡面去的話 這張RSS不是只有Google可以用 它只是一種服務 RSS的閱讀軟體 有很多 到現在Outlook也支援 或者說您用Yahoo 或者其他都有 您可以個別用 也可以像 我跟Google整合在一起 您從這邊來 你看在Google裡面 它有提供一個叫做所謂的閱讀器 有一個叫做閱讀器的這個功能 閱讀器的這個功能就是所謂的Reader RSS是Reader 我只要進到這個Reader裡面 我就可以關注到我所有的網站 我所關注的網站 所有的它有沒有什麼新的訊息 通通一目瞭然 我只要進到這裡 我的入口網站進到這裡 我就通通都知道了 沒有更新的 我不會那麼勤勞每天跟RSS 因為每個網站的更新 有的快有的慢對不對 你不可能一段時間去找一次 就像我的桌上一樣 你有那麼多的桌上 假設你有二三十個 甚至上百個 你不可能每個桌上 每天都去尋一下 那個桌上還在不在 或者有沒有更新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讓你的資訊能夠主動的 有更新之後 又推到你這邊來 就是用RSS 那這個功能 其實老師在部落格 任何的部落格都有 甚至你在別的地方都 比如說你看像那個 像我的部落格上也有 您都會看到像這種 有沒有都會有這樣子的訂閱的功能 對不對 有一個那種訂閱的功能 所以你就不要過去就定下去 如果這真的是你想要的 當然不喜歡就拓定 一樣的 但是它不是像我們一般的所謂的電電子道 我們一般電電子道 是它主動是不是就寄到你的信箱 但是請問你的信箱會不會很亂 也會 對不對 而且有時候我就有收到信 可是我要找一個收到沒有 一般你們會不好歸類 對不對 因為信箱裡面雖然你會分類 可是總是要生文氣不容易 那您可以利用這個 RSS 像您看我剛剛這邊 我這裡的話呢 總共訂閱了好多 我喜歡的 或者我想要關注的 我從這邊 我就可以做很多的分類 這樣子各位看好像真的很難看 我在這邊就可以有做那個分能別類 那麼我會比較清楚說我所關注的這些焦點 那您可以看到像我在這邊的 有沒有 我的很多就合在一起 那上面那些數字呢就是我還沒有閱讀的 所以現在其實我有一個困擾 不是資訊太少是資訊太多 因為我幫我打教材 他每天都收不完 現在 真正的 上課就載不了了 現在是煩惱說這個教材 交下去他們會還是不會還是都 所以不是說那個資料太少 那你透過這樣這邊的話 你真的就會相對比較輕鬆 那每一個裡面呢 你都可以把每一篇文章 像比如說像各位 比如說我們先看到我的這邊 好 我現在就發現 這裡有一個新的你看 填進去 那如果說這篇文章 我看一看 可能是我要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幫他在這裡 你看 這裡有沒有一個信號 對不對 像不像我的最愛 你可以把它交 交付我的最愛 因為每個網站中心 可能有你認為這樣也不重要的 就好像你在看Yahoo新聞一樣 對不對 我們看新聞 如果你有感興趣的 就拿來用 就把它打個信號 這是最簡單的 但是 當你滿天心以後 也會啊 每個都點進去 那是很多以後 一段時間之後就滿天心了 所以最好還要搭配什麼 關鍵字 也就是所謂的標籤 您看往下 如果說假設 這一篇 這一篇 是 真的你喜歡的 那 您在這邊 它有一個編輯標籤 你看 有沒有 有一個編輯標籤 那 這個我可能就是 這個跟什麼 Google的應用有關的 你看 你曾經打過的關鍵字 它在這邊都會列出出來 所以你不用打太多 所以 我點下去 這是跟Google應用有關的 那我就可以把它存起來 下次 我只要少 跟Google應用有關的 全部 都會出來 這樣子 就變得比較快了 雖然資料座不在你家 在雲端 可是搜尋的速度 絕對不會比你家的 而且你不同的電腦 馬上都可以閱讀 完全不會 事實上它在這邊只有文字內容 為什麼 因為那些圖片 你所看到的圖片 都是在原始網站裡面的 還 就是訂閱 它所提供的 只是很單純 一樣是它好像我們在看網站 只是 你不用 你只是透過同一個入口 由它幫你把那些內容收集起來 把那些內容收集起來 然後呢 由它的界面去看那些內容 這樣子而已 但是還是從那些地方來的 所以您如果仔細去看 像我們剛剛看瑞珍局 對不對 我假設有從這邊點進去 您會發現說 比如說這裡好了 我用IE給您看一下 如果您真正去訂閱 假設您不用那個閱讀器去看的話 您所看到的會是像這樣的內容 欸 不能看嗎 欸 有錯誤 看一下 因為有的可以直接看 好 那沒關係 因為 它的內容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SML的格式 好 那不是給我們看 那是給機器看的 可是 那種reader呢 它就可以去分辨 可以去分辨 這樣子 好 下面這邊 如果您要訂閱的話 您可以按 這個 他 他就會直接問你 這裡有打開 有沒有 有的可能是跳到另外一個頁面 那有的像這個Google的 部落格 他就是直接出現在 他就問你 欸 請問你用Google訂閱 還是用什麼別的 有沒有 用Yahoo也可以訂閱 對不對 你用哪一家的訂閱都沒關係 只是因為我的 基本上我都用Google的服務 所以我就用Google的來訂閱 好 那假設你是用Google訂閱 好 這個時候他會問你 請問 你要加到Google的home page 還是Google的reader 這是Google才會這樣分 那 不過呢 折手編的 就麻煩各位不要用了 因為 這個Google的首頁的服務 叫iGoogle 不好意思 Google又有失敗的產品 哈哈哈 因爲您就沒有啊 所以 麻煩各位都是用這個Google reader 這是我們所謂的閱讀器 好 就是這個閱讀器 那就像我剛剛的一樣 好 所以呢 您先試看看 我們先試看看 那是有沒有那個Google的帳號 有沒有 Gmail的帳號 如果您沒有的 假設您本是Yahoo的 您也可以試看看 用Yahoo的去訂閱看看 基本上都是一樣 如果您是用Yahoo訂閱 它就會整合在您那個Yahoo的信箱裡面 整合在Yahoo的信箱裡面 都是相同的 只是 如果以閱讀器來講 Google read的功能會比較多 Google read的功能比較多 在Yahoo裡面 它比較像是好像只是一封信進來那種感覺 您可以先試看看 好不好 我們先請老師 試著用您的 看是Yahoo的 或者是Google的 您找一個部落格或者是網站 萬一您關注的網站 它是沒有提供RSS訂閱的 等一下沒有另外的方法給您看 但是您先試著找看看 您比較關注的部落格 我們來訂閱試看看 那您就會比較清楚那個流程 您用過一次之後 我們以後就是同樣的方式去複製就好了